您现在还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呢 这段时间有没有受什么影响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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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反正也不去美国 很多年没去了 我也反正也没有什么美元账号 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方便 比如说一些金融消费等等 应该说也没有 就是有一次 我跟那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嘛 就是捐一点小钱 因为这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也是比较穷的 我不是他们的院士嘛 我是通过国内的一家银行寄出去的 结果后来他们通知我 说你这个钱给美国借助了 公益捐赠 个人的公益捐赠 是是是 也不行 制裁嘛 就是不能用它的那套金融系统嘛